三床分局28岁远警黄伟镇搭警车执行勤务却被独驾撞死 妻子事后用丈夫脸书账号发文并提供邮局账号接受捐款 网红胡彩平就以爱猫名义捐款10万 但也有不少人批评不是有抚恤金吗 不到一天时间妻子再发文强调太多热心民众询问如何帮助 才会提供邮局账号引发争议事后删除文章 也让关心整体事件发展的警卷很不舍 黄伟镇年迈父亲没有工作还有年幼四岁孩子 全家光靠妻子一个人不到三万薪水要支撑 这一家人未来的路也让同事警却的海姐很心疼 虽然黄伟镇资历只有七年 但到底抚恤属于因公死亡还是因公殉职 当中金额恐怕相差一倍 面对同人遭遇意外 辖区三重分局提列十个项目要以因公殉职帮家属争取权益 而新北市警局也在15号晚间突然发布声明 表示黄伟镇遗孀可领取的相关金额 依照警察人因公伤亡慰问金办法 死亡慰问金有1200到1400万元 警队署也正在修正提高 另外还有警销安全机机300万元 加上抚恤及死亡给付等补助 约600到700万元 总共约2300万元以上 新北市警局强调会竭尽所能 为黄伟镇争取最优的抚恤待遇 也请社会大众支持警察 让黄伟镇认真工作 保护社会安全 打击贩子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 Tip新闻综合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